1944年 日军在太平洋战区节节败退 海上交通线受到美军严重威胁 如果交通大动脉被美军切断 日军将失去整个太平洋的阵地 为了挽回回事 1944年3月12日 日本天皇遇人下达一号作战命令 史无前例投入50万兵力 集合火炮1500门 坦克800辆 汽车15500辆 调集专业工程人员和充足的战略物资 对中国开始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 天皇遇人往头从北向南 一举打通中国的平汉县 粤汉县 香跪县等铁路交通要塞 贯穿整个中国的大陆交通线 将日本和太平洋战场连接起来 而此时国民党大部主力部队都已经派至颠缅战场 蒋介石面临兵力空虚的困难局面 中国陷入自抗战以来最危险的局势 日军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 就想退而求其次打通中国的陆上交通线 日本天皇遇人这次可是下了血本 一号作战计划不仅是清华战争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作战计划 更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最大的一次陆军动员行动 天皇遇人这次是要倾其所有取得胜利 日本孤注一掷的气势 在战争之初的确起到了效果 在两个月之内四天郑州失守 两天许昌失守 三天洛阳失守 三天长沙失守 其他失守的大小城池不计其数 平汉铁路已经被日军控制 此时到了衡阳 这里是连接平汉县 越汉县和香跪县的重要枢纽 衡阳是个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城 日军原以为三天之内衡阳必得 没想到日军却掉入了轻敌的陷阱 竟然在这个小小的衡阳城困了四十七天之久 惨烈的战况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噩梦 衡阳是连接三条铁路的枢纽城市 因此是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重中之重 日军派出了以手段凶狠著称的恒山勇 为战场总指挥 带领日军第十一军五万五千精略部队 大兵押进衡阳城 此次攻到衡阳的日军属于轻装前进 由此可以看出 恒山勇对于迅速拿下衡阳已是信心满满 就在日军已经整装待发之时 国军第十军新任军长 一看日军声势浩大 竟然不愿意就任 战事已经迫在眉睫 国军却是群龙无首 危急关头 蒋介石亲自打电话 请回了原第十军军长 方先爵 方先爵这个人 勇猛善战 他要求官兵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 稳扎稳打 我不怕敌 敌必怕我 在他的带领下 第十军被称为泰山军 可是方先爵此次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 方先爵所带领的第十军 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 如今实际只有七个团的兵力 连非战斗兵在内 自军长以下 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余人 实际战斗兵员不足一万四千人 而此次的对手 是由五万五千人的日军精锐部队 中国抗战史上 日军伤亡最为惨重 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已经一触即发 为了显示与衡阳共存亡的决心 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方先爵到达衡阳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疏散百姓 三十万百姓 在三天之内全部疏散 夜晚衡阳扎江镇逃难的人群中 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六岁女孩 逃向山中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 四十五年后 在自传题小说《我的故事》中 琼瑶回忆 一路上便是荆棘和杂草 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 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恒阳百姓已经全部疏散 此外方先爵要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由于日军来势凶猛 恒阳城内外根本来不及修筑防御攻势 方先爵灵机一动 竟然带着士兵们将一座座山削成了绝壁 将池爪里灌满了水 这样的土办法能抵御得了日军吗 六月二十二日 日军飞机首度轰炸恒阳城 湘江两岸燃起了大火 恒阳保卫战开始了 二十六日 日军对恒阳发起第一次总攻 由于迫切想要迅速解决战斗 日军的火力异常凶猛 日军第一次总攻的方向 是恒阳城南部和西南部的丘陵地带 一旦占领这一带 就可以居高临下攻打恒阳 而亭兵山和高岭这两个小高地 就是恒阳西南防线的第一道大门 进攻亭兵山和高岭的是日军精锐部队 第六十八师团 他们以攻坚建长进行过严格的攻城训练 方先决派出欲实施三十团最强的一个连 分手亭兵山和高岭 一个排守备高岭 两个排守备亭兵山 六十八师师团长佐久健为人 到战场上一看 立即就乐开了花 亭兵山和高岭在他看来不过是两个小土坡 而且经过侦察 国军的守备力量才一个连 按照经验 不出半鱼就能拿下这两个据点 没想到 在这里 他却遇上了方先决摆下的离魂阵 佐久健为人 命令部队首先攻打兵力只有一个排的高岭 可是日军一百多名士兵还没有冲到高岭阵地 就被地雷阵炸入东岛西外 带到剩下的日本兵回窜时 又遭到侧射国列王的降机 进攻的日兵绝大部分被奸 只有少数几个人逃回 一批又一批的日军冲向高岭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近 佐久健为人十分差 事实上 在整个衡阳战役中 方先决的迷魂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时时29团 排挤炮连连长彭忠荣 绘制了一张布阵地图 我们一起来看看 日军如果想要到达高岭 必须先经过一道地雷阵 穿过铁丝网 渡过灌满水 又放满钉板的外豪 最后爬上已经被销成90度斜坡的高岭 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不被国军掩体内的机关枪和手榴弹打中 对于日军来说 如果从正面进攻高岭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方先决带领官兵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用土方法修筑的防御攻势 他被官兵们尊称为方先决豪 当时在衡阳城外围的丘陵上 都修筑了坚固的方先决豪 每个据点都用侧射构建僵叉火猎网 每个丘陵的底部都被销成了至少四五米高的断阵 左九建围人一看 正面进攻不行 立即命令集中炮火 炮轰高岭 上空是日军飞机轰炸 前方是日军地毯式的炮轰 守备高岭的国军 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日军为了夺取衡阳城 燃烧弹 毒气弹等卑劣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精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日军六十八师团 原计划半天就可以攻下停滨山和高岭两个据点 可是已经快一天过去了 日军还滞留在高岭阵地前 被方先决布下的阵法打得不能靠近 此时六十八师师团长左九建围人下令轰炸高岭 日军集中攻击高岭 守军炮火立即予以还击 这种未如周瑜的炮战僵持多时 密集的炮火中日军又发起数次冲锋 守军官兵好像从昏土中钻出来一样 但依然火网密支毫无衰减 日军仍不能进前 炮火重新开始攻击 周而复始 直至夜夜降临 国军的阵地就是坐得再结实 也经不住日军的密集轰炸 日军用炮火将整个山都翻了一遍 不仅摧毁了所有的国军防御 甚至将整个高岭都掌停了 六月二十七日凌晨三点 高岭的枪声渐渐停了下来 守备高岭的全体国军士兵阵亡 日军占领高岭 日军继续进攻停兵山高地 守军在骁勇善战的连长张德山的率领下 经过两天一夜独立无援的苦战 顶住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冲锋 此时停兵山的守军只剩下最后四个人 张德山 外号猛张飞 他在打仗前喜欢喝点酒 打起仗来十分勇猛 此时的停兵山 只剩下他和三名士兵了 就在这时 国军遇实事市长葛仙才的电话响了 葛仙才拿起电话 只听见炮火声中传来了张德山的声音 他说 市长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葛仙才立即说道 张德山 你要听我的话 如果日军攻得太猛 你可以放弃阵地 我找人掩护你撤退 可是张德山却说 迟早要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何必舍尽求远 我还有六十多发子弹 只希望把这些子弹全部打光了 再死 张德山和他的最后三名士兵 最终被日军用军刀全部砍死 停兵山的全体国军官兵 全部壮烈牺牲 6月28日 日军占领停兵山 可是日军在此次进攻中 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6月27日黄昏 国军欲实施28团排击炮连连长白天元 在对敌军阵地 进行地坛式搜索时 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目标 最前方八九百公尺七八百公尺的地方 这有家庭 起码七八个人 三十个人都有 我一看这是好目标 怎么和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 向我们阵地侦察 这证明到不是团队了 我都看到以后 马上下决心 国防一发 击火 直到战后 白天林才知道 日军六十八师师团长 左九建为人那天 正带着六十八师所有的领导层 在视察国军阵地 而白天林的这八发炮弹 将日军六十八师所有高层 全部炸成重伤 视团长左九建为人 在送医图中不治身亡 整个六十八师瘫痪 日军以死伤一千多人的代价 占领了高岭和停滨山 打开了衡阳城西南的第一道大门 六月三十日 衡阳保卫战的第八天 在衡阳战役之前 国民政府军令部报告上曾写到 第十军力量低劣 日军终于进攻 必与长沙结果一样 只能守三天 方贤爵带领第十军 以实际行动 如施了这一说法 而蒋介石在战前的一个深夜 曾经给方贤爵打了个电话 希望方贤爵能够守成七到十天 如今已经八天过去 此时日军还在衡阳城外围 无法推进 原计划三天拿下衡阳的恒山涌 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天天还没有亮 恒山用下令轰炸恒阳城 这个炸弹 流氓弹 把我帽子也炸毁了 翠也炸毁了 整个这 这井湖上去 炸的那么大 那么大片 那么小片 头发也炸烧了 燃烧弹 很快引起了整个恒阳城的大火 这场大火 一直烧了几天几夜 原本繁华的城市 全部复之一去 此时 在恒阳城外围 日军久攻不下 腾山涌使出了更为卑劣的手段 有辣椒 我一会就打粉球 打粉球 吃起 老兵示意他 赶紧用毛巾无嘴 这是毒气弹 后来 据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 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 这些毒气弹 是介子器 与路易世纪的混合物 这是一种剧毒 日本的这个做法 已经公然违反了国际公约 而国军当时 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缺乏 只能一手捂着毛巾 一手拿着枪 和敌人拼上 就在6月30日午后 日军对衡阳城外围 五桂岭南端的前沿阵地 释放毒气 欲实施的28团7连 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 和四个吹事员 其余80多人全部牺牲 欲实施的整个部署 全被打乱 恒阳城南线阵地 压力增大 日军攻克高岭 停滨山两个高地后 将进攻重点 放在中国守军聚首的 张家山阵地 张家山是恒阳城西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日军攻下张家山 就可以长驱直入恒阳城 恒阳的外围防线 正在被日军层服打开 国军拼死守卫 恒阳的最后一道防线 与实时市长 谷仙才 赤博大战张家山 由金力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6月30日十五夜 日军大举建范 张家山高地前的两个小阵地 双方的增援部队赶来 只见黑压压的阵地上 中日固队纠缠扭打在一起 完全分不清敌武 只好在半山腰等天亮 当时国军找到了夜间作战的诀窍 就是用手摸 如果对方穿的是粗布衣服 那就是自己的 如果是光滑的卡其布 那就一次捞下去 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 国军欲实施三十团团长陈德碧 带领战士 以领先五分钟的优势 抢占了山头 这一天 日军死伤一千多人 也没能攻下阵地 7月2日八时许 日军向张家山发起动力猛烈的进攻 日军在数十门大炮和空军的掩护下 两百多日军进攻的生命军很快就突入了张家山前的两个小阵地 尽管国军官兵奋勇迎敌反复冲伤 但终因伤亡过大 已无力收复阵地 当时第十军直属搜索营的连长张小霞 拿起冲锋枪就跳进了一个堡垒 堡垒里的士兵一箭是连长 连忙说道 连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应该在连指挥所指挥全连战斗啊 连长却说道 只剩下我们俩了 我要跟你一起共存亡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张肖霞连长的一段珍贵采访 我们的两个射统 他打他后打 我看那个堡垒 到堡垒里面才看到 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死守 这是堆积入山 他已经挡动射统了 已经防外射箭没有霸展 要把敌人能够失守 给他打碎打烂了 你才能看得成了 七月的衡阳 娇阳无情地烧烤着大地 激战后 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 很快就腐烂齐驱 随风飘来 奇臭无比 在张家山阵地前 日军打破了前几日的战规 疯狂地轮番进攻 不分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是黄昏还是震雾 只要缓过劲来 立马就往上护 一座锦绣繁荣的横梁古城 竟变成了古今罕见的大土场 直杀的天昏地暗 驱留成责 驻守张家山的士兵 已经极度疲惫 而日军仍然如潮水般地涌来 一直在作战室的御实施师长 葛先才 眼看张家山不保 冲出指挥室 脱下上衣 直奔前线指挥 士兵们一听说 师长都赤膊上阵了 我们还要命吗 顿时国军士气高涨 一时间 师长葛先才赤膊大战张家山 回到杀敌的消息 转变全军 极大的振奋了军心士气 国军官兵们淘气勃云 奋起喊杀 排山倒海般冲上阵地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 终将突入阵地的日军 全部消灭 方先觉得知此事 大为感动 立即上报给重庆的蒋介石 不久 衡阳的上空 空头下来一张证书 这是一张勋章证书 上面写着 国民政府为预备第十时师长 葛先才 具有陆海空军 薰赏条例第四条之薰计 基于青天白日薰章 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在当时 这对于军人来说 已是最高容 7月2日 恒阳保卫战的第十天 日军的第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 每一个军队平均只剩下二十来人 而战线仅仅推进了一千名 日军的第一次总攻彻底失败了 在中国抗战节节败退的时候 恒阳保卫战 让所有人又看到了 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寸土必争的精神 与此同时 由于恒阳城久攻不下 日军死伤惨重 一号作战计划 在日本国内开始受到严重质疑 恒山勇立下军令桩 如果攻不下恒阳 就切副自杀 十万大军逼近恒阳城 恒阳城守军 却外无援军 内无良筹 接下来的仗 又该怎么打呢 1944年6月22日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长官恒山勇 率领五万五千精锐部队 进攻恒阳城 原计划整个三日攻下恒阳 谁知十天过去 恒山勇连恒阳城的大门都没有摸到 自己的部队却被仅仅一万多国军打得死伤过万 失手堆积成山 在中国抗战节节败退的节骨眼上 恒阳一战 仿佛又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中国军队完全抵抗寸突必争的精神 许多人认为 这将是一场遗守胜多的经典战役 可是事实却再次让人诧异 驻守恒阳的是号称泰山军的国军第十军 军长方先决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艰难情况下 坚守恒阳城长达四十六天 可就在第四十七天方先决却主动投降了 屹立不倒的泰山军仿佛瞬间轰然倒塌 可是当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 不仅没有生气 竟然还为方先决颁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大赞第十军中勇可嘉 7月2日 衡阳保卫战的第十天 日军第一次总攻失利 还是停留在衡阳市郊的外围线上 经过短暂修整和补充后 恒山勇对恒阳发动第二次总攻 这一次他势在必得 7月11日浮晓 日军飞机开始无间断轰炸 数百门大炮齐名 对国军西南主阵地狂轰滥仗 并释放毒气 步兵如汹涌的潮水般 漫山遍野密集地向守军阵地冲来 日军此时攻打的是位于恒阳城外 西南面的张家山和虎行潮 这两个阵地是恒阳西南面最后一道防线 一旦失守 日军就将长驱直入恒阳城 恒山勇这次也不敢再看清国军了 派了一支最为凶悍的部队 杀向张家山 进攻张家山的是日军1160团 黑赖平一大佐的133连队 这支部队自长德作战以来 还没有吃过败仗 而方千诀也将战斗力强劲的欲实施 放在了张家山 第一个阶段的大局进攻刚刚开始 黑赖平一就丢尽了脸面 他手下的三个大队长全部阵亡 经过第一次进攻 黑赖平一意识到 这支国军部队绝对不是好对付的 他下令用炮击空袭 将国军阵地几乎毁坏殆尽 欲实施师长葛仙才 此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的部队在和日军的拉锯战中 大部分都壮烈牺牲 剩下来的人根本无力夺回阵地 他只好向军长方千诀求助 方千诀此时也是无兵可用 只好将工兵营派上了战场 陆国高带领两百个工兵营的人冲上张家山 虽然竞兵毫无章法 却凭着经生死之之度外的勇气 在拉锯战中消灭了一波又一波的日本人 可是熟悉军的日军却依然不断从山下涌上来 工兵营两个连的两百个战士 最终全部战死在张家山 国军伤亡殆尽 张家山的形势岌岌可危 市长葛仙才无奈之下 再次拨通了方千诀的电话 还没开口 方千诀就问道 你是不是需要援兵 军部只剩下我了 要不我来 葛仙才也明白方千诀的困境 只好挂了电话 将所有的卫士和勤杂人员全部集合 自己一马当先冲入阵地 市长亲自上阵 燃起了官兵的斗志 临时凑勤的两百人 竟将日军三次打下张家山 此时中日士兵的较量 已经是一场意志和力量的搏击 可是葛仙才已是势单力薄 满山便以高度腐烂的尸体 让官兵们接近崩溃的边缘 葛仙才只好主动放弃张家山 张家山一战 国军牺牲了七个整舰制连 日军最为优秀的黑赖平衣连队 从三千人到如今只剩下二百五十人了 张家山一丢 眼下各个部队都来找方先爵要人 蒋介石曾和方先爵约定 如果打到无兵可打 只需用电台发送密码二字 四十八小时之内援兵提到 可是方先爵从十二号开始 每天发送密码二字 援兵却始终没来 其实早在七月十二日 方先爵第一次求救开始 蒋介石就已经派出了六十二军和七十九军解救恒阳城 可是方先爵的电台早就被恒山勇窃听 日军抢前一步将六十二军堵在了恒阳城外围 而七十九军此时虽还会遇到日军 却被一道天弦挡住了 七十九军正在湘江的支流征水边 两万人的部队要过河 却只有一支小火轮 每趟只能运六十个人 加上部队的资重罗马 至少也得四百趟 才能将部队运过征水 怎么着也要十三天 没想到就在第四天的时候 小火轮扬长而去不干了 其他部队竟然没有人愿意支援 就这样 前方战事吃紧 七十九军却坐在征水边 望洋兴叹 援兵迟迟没到 方先爵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 此时日军116师团120连队 开始进攻恒阳城西南大门和五行潮 入夜 120连队队长和尔基隆 下令仰装进攻 向守军阵地开枪 五行潮的守军 由于沉不住气急于防攻 轻重机箱的火蛇 却暴露了目标 日军十发炮弹 瞬间摧毁了守军的六个机枪阵地 经过一夜的炮击 虎兴潮的绝壁被炸成了斜坡 荷尔基隆下令停止炮轰 亲自率队冲了上去 只见国军战士们全是横七竖八地倒在山上 可是多年来的战场经验让他觉得 好像哪儿不对 到底哪儿不对呢 就在荷尔基隆思来想去之时 突然一件让他目登口呆的事情发生 七月的横阳燥热异常 尸体的腐臭弥漫在整个横阳上风 本节目由金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日军120连队长荷尔基隆冲上了虎兴潮 发现国军将士们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一阵风吹过 虎兴潮上一片寂静 荷尔基隆满腹怀疑 怒大的战场肯定会有幸存者 肯定会有人还击 怎么会如此安静呢 带着这些日军走进前去 突然之间只见国军战士们翻身而起 有的满身鲜血 有的已经面目全非 他们的身上全都捆着手榴弹 朝着日军就扑了过去 一声俱响 英勇的国军战士 就和这些日军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 横阳城西南面所有的阴线阵地 都在遭受日军的猛烈进攻 正值炎热的七月 胶着的战斗状态 让中日双方的士兵都疲惫不堪 士兵身上的汗臭和尸体的死无臭 让人窒息 这场战争已经在挑战人的耐力和极限 可是这还不是最坏的 士兵们已经没有粮食可以吃了 这一天 河岸两边的中日士兵同时发现 有三头水牛在河滩上吃草 恶绿了眼睛的士兵们 看到水牛全都振奋了枪 可是两岸的士兵谁都不敢开枪 生怕吓跑了这盗嘴的牛肉 双方士兵一直对峙到黄昏 牛继续在吃草 士兵却大气都不敢出 终于国军抢先一步 派出了一个士兵冒险去牵牛 水牛见到有人跑过来 立即就往水里钻 这个士兵好不容易堵住了一头 没想到这头牛是个酱脾气 就是不愿意跟人走 好在这个士兵是农民出身 熟知牛的脾气 只用手指轻轻勾住了牛鼻子 牛就乖乖地被牵了回来 这晚国军的阵地上 飘着牛肉的香味 而对岸的日军只能气得干瞪眼 缺少食物的国军士兵 此时更怕的是受伤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 缺医少药 很多手术已不能做 棉花 纱布都快用完了 许多战士受伤后 宁愿战死沙场 也不愿被抬进野战医院 一天来一天 四个来的可乐 还得可乐 可乐 可乐 碰到这个大战了什么的 一讲些叫落内的 大好餐的 大好餐的 分野好餐 所以我们都碰到一大战了 这么重要的 叫落内的 第28天 衡阳城西南大门 张家山 虎行潮 以及所有一线阵地全部失守 衡阳城门大开 此时国军第十军只剩下一千多胜利军 日军也伤亡惨重 无力继续攻城了 就在这时 日军却突然开始撤退 蒋介石接到电报 衡阳一战已经取得胜利 就在7月18日 被称作战争狂人的日本首相东条英姬 在一片虚声中辞职了 日本国内已经民不聊生 百姓厌战情绪越来越高 衡阳久攻不下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是一败涂地 日本国内一片萧条景象 负责攻打恒阳的恒山勇 此时感觉到了恐惧和耻辱 想当初出战的时候 他曾经花下海口 一天就能攻下恒阳 最多也就三天 可是这都快一个月过去了 他却再没有力量和这支顽强的国军部队硬碰硬碰 只好响了一出掉了一山之计 日军已经攻破恒阳城 恒山勇连射两计 妄图拿下恒阳城 方先诀能否识破轨迹 由金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恒山勇命令一支部队仰装撤退 又是恒阳守军出城追击 其他部队成绩占领恒阳城 怎么会突然撤退呢 方先诀 警惕地让部队按兵不动 没想到 却有人将日军撤退的消息信以为真 并且告诉了蒋介石 恒阳大战已经取得胜利 恒阳此时一片惨壮 远在重庆的国军统帅部 却在高举酒杯庆祝这莫须有的胜利 蒋介石甚至下令援军暂缓前行 一计不成 恒山勇又想到了右翔 每日拍日机撒下香烟和右翔传单 此时国军已经疲惫不堪 恒山勇想从心理上动摇国军军心 我这里是一张当年日军空投制衡阳的投降票 上面这样写着 日军不杀俘虏及投降者而且优待 拿枪械来投降者赐予奖金 打日本军 而且日军当时还撒下了香烟 要知道在战争时期香烟可是奢侈品 就连军长方先爵 此刻也只有烟屁股可以解个馋 没想到国军士兵骨头硬 将日军空投的物品全部集中在了一起 一把大火全部烧掉了 恒山勇的轨迹再次失败了 恒阳守军惹硬不吃 恒山勇决定还以更为猛烈的攻击 8月1日 心力交错的方先爵 再次给蒋介石发去电报 恒阳防射被焚被炸 物资净毁 既无医药治疗 更无部队接换 只有急气容忍 坚守待员 官兵伤亡惨重 东抽西调 中进建州 弹药驱罚 第二天 蒋介石就回复了方先爵 我手上的 就是蒋介石电文原稿的复印件 上面这样说 各路增援部队 金城皆以如期到达 三塘 鸡窝山 水口山 张家岭 七里山 预定之县 援军 这次是真的来了 方先爵 立即和援军62军取得联系 并派出第十军仅剩的一个整建制营 由营长曹华廷带领 冲出恒阳城 接应援军 没想到 等曹华廷一路冲出城围 到达指定地点之时 等在那里的 不是援军 而是日军 62军在和日军发生交火后 伤亡惨重 为了保存实力 全部撤退了 曹华廷满心悲凉 他本可以趁今离开恒阳城保命 却带着部队 调转码头 一路又杀回了恒阳城 这下不仅援军没到 曹华廷一百五十人的部队 只剩下十五个人了 坏消息 顿时传遍了整个守军阵地 一百五十人尚且可以来去 上万援军 为什么就是攻不进来 万百五三种 有不动 减不了位 你在里边越打越少 撕一个少一个 里边激扬不出 但有啊 懂没有啊 你这你怎么能答应 绝望的气氛 开始在国军阵地蔓延 此时蒋介石又来了一份电报 上面写着 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 方先菊看把电报 摆摆手 一声长叹 8月4日 衡阳保卫战第43天 日军出动五个师团 共十万多士兵 将衡阳城团团包围 发动第三次总攻 而此时 衡阳城守军的战斗力 已经不足一千人 衡阳已经成了一座孤城 一次第三次师长周庆祥 打电话给方先菊 要求援兵支援 方先菊在电话里说道 半个小时后援兵就到 半个小时后 方先菊带领两个卫士 冲进了第三次的师部 周庆祥大惊问道 军长 你怎么到这来了 援兵呢 方先菊说 只有我们三个人了 再没有援兵了 8月5日 方先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有人提出突围 方先菊坚决反对 8月7日 衡阳保卫战的第46天 国军伤亡殆尽 再无可战之兵 方先菊决定一丝殉国 他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殿 殿门的最后写着 来生再见 方先菊拿起枪就要自杀 却有人说道 军长 你要为城里的伤兵着想啊 如果你死了 他们怎么办 就在这天早上 日军将国军的一千多名伤兵 用机枪扫射死 哀嚎声传遍了整个衡阳城 此时 腾阳城内祸乱爆发 如果日军再让周围百姓来收拾战场 周围的老百姓怎么办 想到这里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此时 恒阳城还有七千多伤兵 死来想去 方先菊觉得个人的名节是小 不能让这些伤兵再去送死 最终他决定和日军签订停战协议 协议中提到 要保证生存官兵的安全 收容伤患予以治疗 郑重埋葬阵亡官兵 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 恒山勇此时也无心恋战 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方先菊的要求 八月八日 衡阳保卫战第四十七天 方先菊带领第十军的官兵们 放下了枪械 方先菊被日军囚禁 后来在各方救援下得以逃脱 此后 关于第十军投降日本人 方先菊是叛徒的传言 就没有停止过 可是老兵们 却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第十军 已经所说的部队 毛的什么 刮八句的 毛的刮书 横阳一战四十七天 好 不是 欧阳一战四十七天 这就都不是 准备 去 现在 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